林口社会住宅礼处嘉年华活动在上周末举行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新北市长侯友宜都到场共襄盛举 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预计下个月人口数将破400万人 呼吁大家赶快把户口签到新北市 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举办林口社会住宅入措嘉年华活动 除了邀请居民共同参与盛会 也邀请来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以及国家住都中心代理董事长花靖群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担任贵宾共同启动入措仪式 祈求社会住宅圆满顺利 我们都是最积极 而且要跟总统级跟院长级可以交代了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标准 来服务我们的社区 这个要大肆宣量说这里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会让其他没有进来的人 这个一定会相当的不服气 不过真的是住在这里 那我想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表示 社会住宅是政府努力推动的重大政策 希望年轻人能够以优惠的租金租到房子 运用省下来的钱成就自己更大的梦想 让年轻人赶婚赶生 侯友宜在致辞时表示 新北市到3月21号的总人口数是 三百九十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 他预估下个月就会达到四百万人口 而为庆祝人口达到四百万 市府将会抽出一位幸运额 赠送一间淡水的套房 人人都有机会 呼吁大家赶快把户口前来新北市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